这是一片极其茂密的森林 虽然偶尔有光斑透过树叶缝隙洒而尽 可却依然呢 难以驱走森林中的那份阴暗 行坐在这种地狱 只怕那种压抑的气氛 便会令人难以忍受 安静的森林当中 突然有着一阵显得有些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旋逸一大批 隐隐抄抄的黑影出现在森林一头 这些黑影啊 行走之间颇为安静 而且明显的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行走的时候 目光警戒的在周围黑暗的角落中扫过 在这黑角域当中 不管你是何等身份 皆是时刻将小心二字存心中 那阴沟里翻船的事儿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想要活得更长久 那么就需要随时都保持谨慎 行走间 一道人影落地处的干枯的树枝突然断裂 清脆的咔嚓的声响在安静的森林中回荡 隔脉的刺耳 行走的人群呢 也因为这声音而陡然停顿 领头的一名黑跑人目光阴厉的 弯了一眼那位彩断树枝的同伴 首一辉 刚于指挥队伍继续前行 耳中呢 却巧然传来了些许 树叶抖动的声音 当下脸色一变 小心 赫身刚落 黑暗的森林当中 铺天盖地的箭只突然暴射而冲 将这只队伍的阵型 射击的是凌乱不堪呢 而在箭雨过后 周围树林突然一阵抖动 旋即一道道 同样身着黑色衣袍的人影闪电般的掠出 最后扬起手中明亮的刀锋 没有半句废话 只有着那突然充斥森林的阴冷的杀意 小心隐蔽 看到那些在进攻间没有带起一丝声响 并且浑身充斥着极浓血腥味的黑影部队 那位领头黑袍人呢 心头顿时一沉 如此训练有素的队伍 一看 就是经常混迹刀口 经验丰富之人呢 而且看这些黑影的闪掠的速度 明显实力也是不低 如此强横的实力 究竟是属于哪方势力的呢 这些黑影的速度 极为的迅捷 几个闪掠之间 便犹如一把刀锋 静止插进了那些黑袍人的阵型 刀锋犯着寒芒 每一次划过肉体时 带起的低沉的闷想 都令那位领头人心头啊 越加的下沉 抽出了腰间的武器 将无声无息 暴射而来的几道黑影震退了 不过 那代价呢 也是令他虎口震裂 满口鲜血 趁着后退 他扫尸了一下 不到一分钟 就死伤殆尽的自己的同伴 眼中顿时闪过了一抹骇然 你们连黑蒙的人也敢动 找死不成吧 回答他的 却是几把犯着血迹的钢刀 身形狼狈的在地上滚了一圈 那位黑袍领头者 脚掌一跺地面 身形便贴着地面 对着森林之外抱舍而去 那速度极为惊人 乃至于连其后的那些黑影人呢 更是感知不及 就在黑袍人即将 窜出森林的那一刻 一道血腥的风气 却突然在耳边响起 玄机后背一沉 一股凶悍净力是暴射而出 直接是蛮横地将前者身体 狠狠地堕在了地面上 扑斥一声 受此重击啊 黑袍人忍不住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黑蒙不会放过你们的 死在我手上 黑蒙的人已经有三位数了 犯着浓郁血腥味的声音 缓缓从黑袍中传出 玄机 后着脚掌轻轻一跺 一股进气涌出 直接砸在了黑袍人后背心处 将其一击毙命 一脚把黑袍人踢开 一名黑影飞快窜上 然后手掌在其身上 快速摸索着 拼过之后呢 从其怀中取出了一封书信 然后恭敬地 递给了那位全身 泛着浓郁血腥味道的神秘人 随手撕开了信件 黑袍神秘人缓缓地翻看着 片刻之后一阵冷笑 没有想到啊 连狂尸帮都加入了黑盟 现在他们的手脚 已经扩散到这边了吗 近两年 嘉南学院强行不断出动 来寻当年参加了 偷袭学院的那些强者的麻烦 那韩峰为了抵抗嘉南学院 成立了黑盟 如今黑盟的实力啊 越来越庞大 就算是嘉南学院 也已经奈何不了他了 看韩峰啊 最近的举动 想必应该是想要将黑盟 扩散到整个黑角域 头儿啊 我们不断地找他们的麻烦 他们迟早会发现的 看来我们应该再一次的 转换地方了 一名黑影人呢 闪略而出 声音略微有些嘶哑 满身血腥气的 黑袍人淡淡的嗡了一声 手掌一挥 便转身对着森林之外走去 其后黑影中暗影闪动 隐隐望去呢 怕是至少有百人之多 这些人安静地 跟在黑袍人身后不远 走出阴暗的森林 淡淡的阳光倾洒而下 黑袍人缓缓抬头 这才看清他的脸庞 这个人赫然就是肖然的二哥 肖利 此时的肖利啊 浑身上下充斥着极其浓郁的血腥味道 脸色淡漠 眼瞳中近乎毫无感情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从其体内卖而出的气势 竟然堪辟斗王强者 难以想象 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呢 他竟然便能够从一名大斗师 跃及到斗王层次 只不过若是仔细查看的话 则就会发现 肖利没遇见竟然有着一丝死气 这般死气出现在这般年轻的面孔上 着实有些诡异 或许这应该会和他实力迅猛的提升 有一点关系 你们先回去吧 肖利淡淡地说了一句 那跟在后面的百多名黑影人呢 顿时恭敬点头 玄机一阵细微的声音中 完全消失 等人完全消失之后 肖利脸旁的淡漠 这才缓缓地松懈 一回头 目光眺望向遥远的北方 那里是嘉南学院 而肖炎就是在那里化为烟灰 想起笑容灿烂的兄弟 他的胸口隐隐作痛 在来黑角玉的时候 大哥萧鼎便说过 他能死 可三弟萧炎不能死 因为唯有他 才能够拯救萧家 然而如今 萧炎子 放心吧 害你的那些家伙 二哥死也不会放过的 在我还能残活的这段时间里边 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杀光的 死记的岩浆事件 依旧是赤红一片 炸热的温度令这里成为了一片彻底的死欲 死记的岩浆事件突然之间呢 岩浆爆裂 一阵白雾生腾之间 两道影子自其下爆裂而出 两道影子一前一后 看上去似乎是后者在追杀前者 因为在追杀之余呢 一道道极为凶悍的七彩能量匹炼 几乎带着灵力杀意爆射而出 而对于这些极其危险的七彩能量 前面那道人影明显的很是忌惮 因此上啊 即使是身形狼狈 可依然显之又显的将之躲避开 落空的七彩能量直接射进岩浆世界 顿时便带起了惊天爆炸声漫天岩浆飞射 你又完没完 我看你是女人才不和你计较 再纠缠的话 别怪我翻脸啊 黑袍青年大怒喝道 面对着怒喝 那后边的妖媚的美人却丝毫不理 冷眼的俏脸呢 布满了寒霜 自眼中更是充满了杀意 本方说过 一旦恢复实力 第一个别要将你碎尸万段 大姐 我也是受害者呀 那种状况我根本就没有理智了 您就饶了我吧 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肯定不会对别人说的 做梦 魏德尚 你别太过分了啊 你再来的话 那也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萧炎眼睛怒瞪 手上一晃 碧绿色的火焰 犹如幽幽鬼火一般浮现掌心 而随着这一环碧绿火焰的出现 那岩浆世界顿时暴动了起来 岩浆翻滚 最后犹如海浪一般 竟然在萧炎脚下停了下来 一眼看去 就如同萧炎那 是在遇浪而行一样 只不过这浪是岩浆火浪而已 望着那岩浆海洋的暴动 饶是以美渡沙女王的实力 脸色也忍不住变了变 他也是知道的 面前的这个混蛋呢 已经收服了 晕落心炎了 在这种环境下 与他对战 就算他如今已经恢复巅峰实力 怕也讨不着好 而且他对于面前的萧炎 总是真正的难以下杀手 他清楚 这应该是融合了吞天网灵魂 而带来的一些弊端 不然的话呀 以他以往的性子 就算是拼得两白俱伤 也绝对会让这个家伙碎尺万段 看美渡沙女王终于安静了 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 擦了一把冷汗 心中一阵苦笑啊 萧炎冲着美渡沙女王耸耸肩 我们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内战了吧 你也不想一辈子待在这种地方吧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想要突破封印 似乎有些困难 若是咱们联手 应该要轻松许多 你觉得怎么样啊 眼眸一阵闪烁 片刻之后 美渡沙女王含着脸点了点头 心中呢 却打定主意 一旦出了这该死的地方 他一定要让那个混蛋 为侵犯他而死